好了,今天看看力渠 什麼叫力渠呢? 當時玩過拉門口的那個,記得嗎? 有一個門架,最主要有一個支點的位置 這個叫支點 支點是另一邊的力,令它轉動 這個稱為力渠 力渠的意思是什麼呢? 一個轉動的力,令它轉動的力 這個大小,我們就用一個東西來形容 這個力渠的距離 就叫做力渠 非常簡單,如果這個是3N,這裡是2米 力渠就是3乘2,即是6N 有沒有問題? 在轉動期間,有兩個方向轉動 一種就是剛才的上面,這樣轉動 另一種就是轉到尾 綠色那隻呢 綠色那隻呢 就叫做逆時力渠 逆時針轉 這個叫做順時針轉逆距 有沒有問題? 好,如果假設一塊的東西裡面 有很多的力渠的話 假設這個是3,這個是2,這個是4 我們要看看它最後轉成怎樣呢? 我們會把所有的順時力距和逆時力距相減 看看哪個比較大一點,我們會看看怎樣轉 就是這麼多而已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所以如果假設倒轉的 如果假設一條很長的東西 假設我們知道 我可以放一個10N的東西在這裡 距離是2米 另一邊呢,我用多少力才可以令它不轉呢? 明白嗎? 什麼叫不轉呢? 現在我有一個很長的距離 這裡是5米 我的問題是 這裡要用多少的力才可以令它不轉呢? 很簡單而已 正常的步驟是 順時針距 等於逆時針距 但通常我們沒有人會用這句的 因為太中文了 順時針距等於逆時針距 所以2成10 逆時針距 逆時針距 在我介紹一個位置 應該是5乘x等於2乘5 所以答案 x等於4 沒有問題 好,就這樣了 順時針距 亦是針距 我們會做的就是這些題目 不過留意的就是 如果那個力是打斜的話 那怎麼辦呢? 剛才有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同學曝光的問題 如果問題是 如果假設我這邊按下來 假設這個力 和中間的甲角成30度 那我怎樣做呢? 找回那個 找回那個什麼方向呢? 打直那個 打直那個 對,打直那個 那這個呢 又再做一次 這個就是x 是x 那現在要去旁邊的一條 對啦 就是x庫塞30 所以變成我們要寫x庫塞30 再乘5米 就等於2乘20 2乘10 OK 所以答案呢 當然不是4 有問題嗎? 可以嗎? 答案是多少 給你看看 4在 現在的答案是20乘5庫塞30 4點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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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是另一個問題問 如果假設現在這個呢 這裏的力是4點62 即是向下呢 是4 向下是4 不要理會它 真的不要 我們重新做回剛才那一條 免得我浮亂 好 現在假設不要理會它 下面那些又沒有再做過 那我們要處理 這裏呢 拆掉它了 不要理會它 拆掉它 那現在這裏呢 是4 剛才那一條 有問題在這個位置 問題是問 現在這裏有一個10的力 有一個4的力 那兩個力都會向下 那這裏為什麼不向下跌呢 有智點 智點給它了什麼 一個向上的力 這個向上的力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幾個 兩個加起來 對,即是幾個 兩個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怎麼會40下 你們兩個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 不會40吧 你們兩個吃起來了 OK 兩個加起來14 好,問題是吧 好,我們跳到下一條題目了 很容易 然後兩個加起來 有一個人站在這裏 OK 有一個人站在這裏 有一個人站在這裏 一個人站在這裏 好,問題是問 分別兩個支點 X和Y 給了多少力出來 我們首先要怎樣做 記得嗎 把一個加起來 向上的力 當一個變成向上的力 一個做支點 我們當E是支點 我們會用X為支點 所以就是 可以�起來 可以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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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340 380 380 OK 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的 下一個問題 Y是多少 剛才我們見不見了一件事 就是把這一個力加這一個力等同於什麼力量 就等於X加Y 所以X加Y 就等於200 加100 100 300 即是5 所以計出來結果 X是負數 是負80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反 反了 很糟糕 剛才我們有加減稅沒有錯 沒有 反正沒有 正常是 正常不是 正常不是 會什麼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讓我想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他那邊開始 對 對 對 因為真的 這架東西會反的 不好意思 這枝東西會反的 為什麼呢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用一邊來做 你會發覺這架東西會反的 為什麼呢 我們這次要用Y來做 Y來做力距的話 如果用Y來做支點的話 那怎麼寫 如果Y是支點的話 那怎麼辦 3乘200 然後 3乘200 然後 2乘100 2乘100 對 2乘100 2乘100的方向是變轉的 3乘200 3乘200 是這樣轉 2乘100 是這樣轉 之後還有一個這樣轉 還有一個X X X是多少 X是放在左邊的 所以加回 這個是 5乘X 所以我們發覺 這個東西其實會反的 為什麼呢 因為2乘100 2乘200 200 200-600 所以是-400 X是-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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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個東西是反的 所以我剛才開始作的題目 重量分佈的問題出現了 所以我們會反了 走吧 你去吧 有沒有遲止 我叫自己看影片 好 我們看看第21條 第21條 就是講兩個工人 靠著 水管 質量是80 重量是5 好 試計算工人A和B 分別對水管的作用力 好 看一個問題問 水管 它的重量在哪一個位置呢 就是 中間 中間 對 所以這個位置會是 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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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重量是8 8英 沒有問題 這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是4.2米 OK 這裡突出來是0.8米 所以我們不用寫了 好 第一條公式 當哪個支點 好 A做D 好 沒有所謂 A做G A做G 所以 沒有所謂 所以 4.2乘B 沒有問題 4.2乘B 向上 這個向下 等於 800 乘回這個數字 就是4.2 4.2乘2 1.7 1.7 1.7 就是這樣 所以算了出來 B是多少 按機 麻煩 1.7 1.7 在這裏 心算不夠 2.6 多少 3.8 3.8 3.4 3.8 3.4 3.8 3.2 4N 好 做完3.4N之後 B是3.2.4N A是多少 看不見 剛才怎樣做 我們將所有向上的0 等同於向下的0 A加B 等於800 所以 A 就等於800 減324 4 4 7 6N 有 沒有問題 6 工人 補院 他的負擔 太大 大 大小小 他應該再較接近 還是較遠離 B的位置 托著水管 以減輕負擔 A 覺得A 很重 所以他應該向前 還是向後 你猜 你猜 向後 前 對 向前 OK 搞定 沒什麼難度 對 你猜 你猜 解釋 因為 人向前 走 力量就會大 所以 就實力了 好 第二條 二十二條 你知道剛剛錯過了一條 一塊長板重量為100N 長度為3米 這條麻煩的 斜板 角在平滑垂直的前 長壁A點上面 另一端放在操作地面B點上面 好了 這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究竟有多少力加在這塊斜板上面呢 這樣 打斜 放在牆上有幾個力量 4 4 都勉強要有4 你計算這個就有4 你看 你不計這個 好 首先它有它的重量 100 沒問題吧 之後 這個B點 它向腹力的方向會是 向上 向上 當然有一個向上的力 這個是發向力 還沒說 等一下我先說 然後這個就放在A點上 A點會有什麼力量 你再給它 向下 向左 向左 的發向力 沒有幻想 假設我的東西 放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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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頂著它 就向這個方向頂著它 對嗎 頂著它 所以這個發向力 就向這邊 所以 現在這裏 有兩個發向力 都沒有問題 摩擦力 但第三件事 就是問你 為什麼還有什麼力 為什麼它最重要 寫在地上 就是地板 是粗糙的 為什麼 如果不粗糙的話 快板會不會 滑下去 所以我要令到快板 不滑下去 所以力 就有摩擦力 向哪個方向 向右邊 行不行 會不會辛苦了一點點 我們總共會有 1 2 3 3個力存在 在碰了A型B位置 發向力是同一個 那樣東西 同一個平面之間 承加導火 那個平面承加導火 你怎樣 這樣進去 就是一定是承加導火的 那個位置 那個才叫發向力 好了 球地面撞於牆板上的發向力 不要理會 一次過做掉它 我以下的做法 會比較複雜 大家 精神 是不是 精神 武力 好 看著 你覺得哪點做 D點簡單一點 Buy 為何Buy簡單一點 因為有 因為一放在Buy上 N和F 我們都不用計 支點的東西不用計 所以 我們會做的就是 用N 與支點之間的距離 是哪一個距離 這個是N 我們用這個力 叫NA 用NB NA這個力 成分距離 是哪一個距離 三米 三米 是不對的 我們要在一個什麼距離 我們經常用一個快板的話 一定是一個 力和距離之間的關係 一定是怎樣 老婆 現在我們有一個力在 我們的垂直距離是哪一條 就是垂直那條線 垂直那條線的長度是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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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有問題 好 之後 這個力 有第二個力 第二個力 是誰 第二個力 就是在題目裏 那個的重量 那塊板的重量 100 所以就等於100 成距離 距離很簡單 這次有多少 3 2 整條是3 所以就不是的 是3 cos45 除2 OK 一半 整個距離就是3 3cos45 現在我們用一半的距離 所以是除2 先聽一下 0 0 以下的數學能力 3和3 弱了 6 和cos1 一樣 1 100 和50 做完就是50 做完 6 4 5度 6 4 5度 做完 已經 n a等於50 單位n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1 1 對 未做完 我們做了NA 只要做F 和MV 你看 為什麼要用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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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這裡 第二支分 跟你說 這裡的距離 這個力的距離是這個 距離就是這一段距離 這個距離是整個大三個人的一半 所以就隨意 可以 就這樣 有沒有問題 以下 後面那些不用做 為什麼呢 很簡單 聽得懂 下面那些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處理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有什麼力 只有兩個力 一個是向右的 向右 一個是向左 向右是什麼力 F 向左是A 所以F等於50 就做完 同樣的想法 垂直 上下的有什麼力 向上下的有100 向下 有NB向上 所以做完 沒有了 整個地步就做完了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我們後面那堆東西 就是水平和打橫 要如何處理它 OK